现年27岁的演员蒋敬夫早年曾参与热播剧《步步惊情》 及《轩辕见之》《天之恒》等 更有胡歌接班人之称 事业正值起飞期 但是却卷入了家暴事件 令粉丝及网友非常震惊 11月20日早晨9点48分 蒋敬夫在微博中发文表示 这一个月一直在忏悔和悔恨中度过 对不起优化 我冲动的行为伤害了你和你的家人 不论什么原因我都不应该动手 我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愧 不做任何解释 我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 接受惩罚 在这里诚恳地向大家道歉 对不起爸妈 对不起我的朋友 对不起一直以来关心和支持我的人 让你们失望了 对不起 据悉10月23日时 网友就发现 蒋敬夫和女友宗普悠花互相取关 并且删除了此前秀恩爱的照片 疑似已经分手 11月15日又有人发文称 蒋敬夫2018年10月在日本失踪 下落不明 有媒体对此求证蒋敬夫方面的工作人员 对方回复称假的 直到11月20日 蒋敬夫的女友宗普悠花 突然在个人社交账号中 发表了三张脸部身体瘀青的照片 疑似招蒋敬夫家暴 中普悠花在图片下分别用中文及日文写道 最近这段时间 让关心我的大家担心了 我中普悠花还健在 蒋敬夫行踪不明这件事 的确与我有关 应律师和搜查相关人员的要求 述我不方便透露过多 相隔不到一小时 蒋敬夫就在个人微博中承认家暴 成为首位在微博上承认自己家暴的男明星 事后有一次蒋敬夫好友的网民 发表多张长文截图及照片 透露蒋敬夫和中普悠花的交往细节 这位好友表示 蒋敬夫的确动手打人了 但是打人的原因 是他和中普悠花之间的矛盾争吵 中普悠花很爱去夜店 尽管蒋敬夫曾多次的表现出 不愿旅友进入夜场 中普悠花还曾假装自己怀孕 并拿到假的逼抄单 蒋敬夫知道后也立马考虑结婚 而此前公布恋情也是女方要求的 另外男方曾多次的提出分手 女方都极力挽留 此外 一位微博名为太奇怪类的网友 也在社交账号中发文爆料 称中普悠花私生活混乱 在和蒋敬夫谈恋爱时 还没有和上一任男友分手 而且承认自己曾和五六个男生滥交 此外中普悠花的母亲还是日本一家邪教组织的头目 曾找黑道的人威胁围堵蒋敬夫 致使其不能回国 但究竟哪些是事实 一时间还真的难以分辨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